今日呢 公義可以伸張到 真正的法律 香港原來仍然是法治之刀 你要想一想 那二萬個針止 你盧寵茂有什麼權力去取消他們呢 這個是你用行政手段去取消這個決定 違反了基本法 長洲複合王葛卓堅今月初申請司法複合 挑戰政府不承認被捕的七名西醫所發出 超過兩萬張問題免針止的決定 高浩文法官星期四聽完葛卓堅和政府雙方陳詞 星期五頒布書面判辭 裁定局長無權不承認涉案免針止 所以涉案免針止繼續保持有效 葛卓堅勝訴政府敗訴需要支付總費 總缺州敗訴